大家好,我是唐麗琪 来看2016年上半星座运势 我们现在看天平星座了 星星是木星,它落到了12宫位 那当然我会建议所有的天平星座 心态上做一个自我调整 倒也不用那么的积极 有时候你隐身幕后,观察局势 或者是让自己这段时间喘口气休养生息 都是特别幸运的 因此有什么是你一直很想做 他可能很退财好气的事 也就是说花钱学习也好 怀孕生子也好 可能都是这段时间还不错的事 那么也是有贵人的 你的贵人是心灵导师的类型 这段时间有很好的引导跟入门 那么除了这个木星 还有一个很重要星象 就是火星跟土星合相了 第一要小心口舌是非 一句话可以让你上天堂 也可以让你下地狱 而火土三宫也要特别注意交通的状况 请记住危机就是转机 这些都是他们来教导你的地方 如果你因此变得比较随和 好相处,会说话,会表达 那不就是你最大的收获吗? 2016年上半还有两次的水逆 水星逆在了水象工尾 1月的时候它是逆在了四工 所以跟家人的关系 或者是你很不安全感 你觉得有必要再去处理的一些内部事情 在1月的时候特别凸显 而5月的时候第二次水逆在八工 也就是说过去的借务也好 过去的投资也好 有可能回头过来找你 你会想要去讨啦 不见得讨得到 但是想起来总是不错的 所以事实上纵观2016年天平座上半 你们是既入室又出室 事实上这时候会出现的对象 可能会是跟你心灵比较契合 或者是在工作上能够互相扶持的人 所以至少练琴机率还挺高的哦